贺子珍是我国第一位女党员 并是20年后 其外孙女说出毛主席就医的秘密 贺子珍毛主席相伴10年 共同走过中国革命的艰难岁月 他们之间的感情是复杂而深厚的 那么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毛主席的就医里又有着怎样的秘密 视频开始之前 请观众朋友们点击右下角的关注支持一下 贺子珍出生在江西永新的一个乡绅家庭 1927年 永新县发生暴动后 年仅18岁的她跟随部队一起上了井冈山 成为了井冈山第一位女共产党员 她曾担任过永新县共青团委书记 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等等 是一位优秀且独立的女性 1928年 贺子珍长期负责革命宣传相关的工作 毛主席上井冈山后 被安排给毛主席当秘书 在日常的工作中 她被毛主席身上的优秀品质 革命理想所深深吸引 而毛主席也对她有着不错的印象 年轻有为 对待工作一丝不苟 生活中又待人和善 渐渐地 他们对彼此产生爱慕之情 并结为革命伴侣 相互陪伴十余年 两人的婚姻十分和谐 贺子珍始终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身边 支持毛主席的革命事业 在毛主席开展分田动员大会后 贺子珍便同工作人员 一起为分田工作奔走 白天到田地里凉土地 晚上就和村干部一起写分田牌 为了扩大红军的队伍 她深入妇女群众中挨家挨户地走访 顺利说服妇女干部 动员大家参加红军 为了更好的开展工作 贺子珍便前往上行的师范学校学习 学习归来后开始负责 前委文件的保管和收集情报等工作 到瑞金后 她又带领大家到附近村庄 开展扩红工作 同当地干部一起开展各种宣传动员工作 生活上 贺子珍也是悉心照顾毛主席 有一年毛主席身患瘧疾 为了让毛主席尽快康复 她隔三差五地跑到附近村庄里去找医生 去到数十公里外的镇上 找老中医寻找药方 当时粮食问题比较紧张 她经常亲自下河抓泥丘 为毛主席改善伙食 毛主席和贺子珍相伴的十年 是中国革命中最为艰难的十年 他们在井冈山的战火中结为夫妻 是最亲密的夫妻 也是患难与共的革命战友 尽管当时战火纷飞 但二人精神世界十分充盈 经常在一起探讨红楼梦 水浒传可以说是苦中作乐 他们结婚时的那条红色毛毯 贺子珍一直待在身边 甚至是去往苏联也不离身 可见他们之间的情谊之深 十年间 贺子珍共为毛主席生下过六个孩子 三男三女 1929年 贺子珍在龙岩教会医院 生下他和毛主席的第一个孩子 可是因为组织的命令 他必须回到部队 在孩子出生不到一个月的时候 将孩子托付给他人抚养 之后想要找回来 却没了音讯 几年过后 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和第三个孩子 也相继出生了 但当时正是战争激烈的时候 战乱中 孩子的去处也成了谜团 在红军长征途中 贺子珍第四次怀孕 在艰苦的环境下 他也拒绝组织的特殊照顾 甚至还主动承担起照顾伤员的工作 由于当时国共两党处于激战状态 这个孩子出生下来 便送了出去 两年后 在陕西保安 黎敏出生了 这给了贺子珍一些宽慰 后来 在苏联第六个孩子出生了 但当时 苏联正在经历战乱 生活环境十分糟糕 所以 最后的这个小儿子 没有活过八个月就夭折了 频繁的生育 给贺子珍的生理核心里 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再加上当时生活条件本就艰苦 医疗条件也不完善 所以 他的身体拉下了不少病根 1937年 贺子珍离开延安去了苏联 这就是令所有人不理解的地方 当天开完会议的毛主席回到延安 收到了贺子珍写给自己的手写信 上面赫然写到四个大字 就此诀别 这突然的离别 让所有人都猝不及防 此后的二十多年中 两人从未见过面 独自离开来到苏联的贺子珍 难道就真的能够忘掉之前的一切吗 2004年 贺子珍逝世20年后 其外孙女才说出毛主席91的秘密 1937年 贺子珍执意要离开毛主席身边 一日敷700日恩 他为何坚决要和丈夫分开呢 后来 毛主席曾亲口讲起过 贺子珍离开的这件事 他说道 不是我想要离开他 而是他要离开我 其实 这里就可以看出 两人脾气都十分倔强 在一些小事上经常吵架 久而久之 就会产生距离感 和不可避免的误会 但其实他们心里都牵挂着对方 大家都知道 毛主席一生节俭 衣服是破了又补 他有一件灰色军装 很是宝贝 上面即使全是补丁 也舍不得扔掉 直到后来毛主席逝世 他的外孙女 才向大众揭开这件91的秘密 原来这件衣服 是贺子珍当年在延安的时候 亲自给他织的 据毛主席身边的人回忆 主席常常望着这件衣服出了神 有人劝他换一件新的 害怕满是补丁穿出去不得体 但他摇摇头 眼中满是不舍 或许在别人眼中 这只是一件破旧的衣服 但是在毛主席的眼里 他却弥足珍贵 这件军装寄托着自己的思念 牵挂和遗憾 后来独自前往苏联的贺子珍 生活得并不如意 在苏联的这十余年 他尝遍了世间冷暖和生离死别 到了苏联没多久 他已经有了身孕 不久便生下一个男孩 但当时苏联正在经历战乱 加上这个孩子又得了流感 最后救治无效而夭折了 这个悲痛的噩耗让他一度抑郁 他那时整天以泪洗面 慢慢意识到了自己的冲动和任性 他还是忘不了毛主席 于是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并附上自己的照片 托回国的朋友 稍上带回去 但他并没有收到回音 两年后 前往苏联治病的周恩来 将毛主席的信带给了贺子珍 但信的内容并不是他所想要的 信里毛主席写道 子珍同志 你的照片已经收到了 我一切都好 误念 以后我们就是同志了 贺子珍明白了毛主席的心意 知道他们之间不会破镜重圆了 心灰意冷的贺子珍变得郁郁寡欢 身体状况也越来越糟糕 得知贺子珍的情况 毛主席也是十分心疼 毕竟有着十年的夫妻情意 于是他将女儿李敏送到莫斯科 希望有了女儿的陪伴 贺子珍能够好起来 可是苏联战争不断 却一少实施常态 母女俩的生活变得十分艰难 李敏被送往了儿童院 贺子珍甚至遭人陷害 关进了疯人院 后来他回忆起苏联的往事 也不愿意提及这段经历 他说这比长征还苦 可想而知这段时期的他有多艰难 苦不堪言的贺子珍迫切地想要回国 于是联系了在苏联看病的王家祥夫妇 并将自己在苏联的遭遇电报 告诉了毛主席 并请示想要回国的想法 听到消息的毛主席亲自赴电完全同意 于是离开十余年的他 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回国后他住在哈尔滨 他希望通过时间来抚平对毛主席的思念 但记忆并不是随风而逝的 他想见到毛主席 哪怕就是说说话握握手也行 于是他鼓起勇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贺子珍的愿望看上去简单 可这似乎却是一种奢望 毛主席并没有立刻回信 而是在一年后回复道 望你保重身体 革命第一 身体第一 顾全大局 贺子珍知道 这既是关心 也是安慰 更是劝说 1954年 毛主席在全国人一届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通过收音机传遍了大江南北 收音机前的贺子珍听到了 终于听到了他朝思暮想的那个人的声音 竟一下子将坐在凳子上 久久不能平复 时间终于来到1959年 在增智的安排下 贺子珍与毛主席终于在庐山见面了 见到自己朝思暮想的那个人时 贺子珍泪如泉涌 肆无忌惮地哭了起来 面对不断哭泣的贺子珍 毛主席轻声安慰道 我们见面了 你不说话 一直哭 那以后见不到了 又说想了 贺子珍和毛主席倾诉了他在苏联的种种遭遇 他幻想着以后一定还会有机会再见面 可不曾想这一次的见面竟是两人的最后一面 几年后 贺子珍听到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 一时间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情绪激动大病了一场 贺子珍的身体每况愈下 1984年 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与世长辞了 当女儿黎敏看到母亲的骨灰时 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骨灰里竟然有被烧焦的金属蛋片 这位老人生前究竟经历了什么 1984年 贺子珍在上海病逝 20年后 其外私女孔东梅说出毛主席就依的秘密 骨灰盒里被烧得发黑的金属蛋片 揭开了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 贺子珍究竟经历了什么 在红军长征途中 贺子珍作为为数不多的女红军战士 不仅要克服女性生理和体力上的困难 而且还要担负起救治伤员的任务 不仅如此 他们还要必须要拥有和男性一样的体力 才能保证自己能够跟上行军的大部队 更何况长征期间 贺子珍还怀有身孕 但他并没有接受组织的特殊照顾 反而照顾起了伤员 甚至在途径的地区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政策 为红军增添队伍 在四度赤水后 为了甩开穷追不舍的敌人 红军以每天120里的速度前进 准备向敌人兵力较少的云南前进 但是在途径星义市威慑镇珠场村时 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对战 贺子珍不幸负伤 由于通过珠场村的山路狭窄崎岖 只能通行一路 所以行军速度变得缓慢 这是敌军突袭我军侧翼 并凭借着兵力优势发动猛烈进攻 在面对实力悬殊巨大的进攻时 红军靠着顽强的意志力拼死抵抗 经过数小时的激战 终于掩护大部队安全通过 战斗中 先到达珠场村的干部和伤员 正在树木茂盛的密林里歇脚 贺子珍正在忙着处理伤员的伤口 忽然空中一声巨响 敌军的飞机向着伤员们歇脚的地方俯冲而来 一阵扫射后又投下一枚炸弹 差时间烟雾四起 贺子珍顽强地从沉烟中爬起来 他听到不远处传来一声声刺耳的哀嚎 是一位负伤严重的伤员 正在担架上垂死挣扎 过了片刻 敌人的第二轮轰炸来袭 情况十分危急 贺子珍完全不顾个人安危 拼尽最后一口力气向伤员扑了过去 他的身体就像一堵坚不可摧的墙 为伤员挡下了炮弹的冲击 索性那位伤员捡回来一条命 但贺子珍却倒在了血泊里 他的身体被炸得遍体鳞伤 共有17处被蛋片击中的伤口 全身上下都流着鲜血 最严重的伤口从背部滑到了胳膊 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有限 并且面临着敌人的围追堵截 贺子珍的伤没有得到有效及时的治疗 医生只能给他打止血针 服用止痛药 取出浅层的蛋片 无法取出深层的蛋片 这些蛋片一直就在了贺子珍身上 最终贺子珍靠着顽强的意志力 和难以忍受的伤痛 走完了艰辛的长征路 后来贺子珍前往苏联 想要取下身体里的蛋片 但经过莫斯科医生的检查 发现他身体里的蛋片 已经深嵌在头部 背部和肺里了 完全被骨头和肌肉包住长在了一起 根本没有办法取出来 回国后 贺子珍提出想去去北京 瞻仰毛主席的仪容 上级领导很快批准 并派出一架专机来接送 瞻仰毛主席的仪容 是贺子珍的心愿 来之前医生嘱咐过要控制时间 不然情绪激动 可能会使得病情恶化 所以他强忍泪水地 见到了毛主席的最后一面 从北京回来后 贺子珍就一直居住在上海 每逢阴雨天 身上的蛋片就会刺痛他的神经 受伤失血过多 导致的贫血也一直伴随着他 对他来说 这些都是永远不能愈合的伤痛和折磨 但贺子珍从来没有向外界抱怨过 诉说过自己的伤痛和不义 她是一位勇敢坚毅的女性 贺子珍逝世后 按照葬礼的最高规格 将遗体安葬在了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里 贺子珍是中国共产优秀党员 她经历过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岁月 她勇敢顽强 不畏困难 她有血有肉 敢爱敢恨 她是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她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中国革命事业 让我们永远铭记这位女英雄 她们在这里